中东冲突不断 里巴嫩真主党高层 频频遭到以色列暗杀 新首领卡西姆上台后 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 马上呛声其任期不会太久 卡西姆卓发表首次电视谈话 强调遵循前任的战争路线 继续对抗以色列 但也偷了不排除停火协议 美方多位特使也抵达以色列 协助两方停火协议 中东冲突出现变数 对此学者也分析背后原因 整个战略上 以色列是解除武装 就是先对加萨的哈马斯 那真主党再来插一腿 他就针对真主党 最后就是针对哈马斯 跟真主党后面的老大伊朗 所以他打了这一连串的攻击 目的就是在解除这些 组织或国家的武装能力 让他们无法再采取战争行动 那现在以色列大致上 已经达成了目的 而且对真主党还有哈马斯 就是已经等于是连根铲除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已经赶进度完成 在美国大选前达成了主要的目的 在努力的使用上面 就可以进入谈判状态 真主党基本上已经没有战力了 伊朗的飞弹生产工厂也被摧毁 所以在未来三年内 伊朗应该是没有能力再提供 他的周边武装组织 第二个 以色列应该有跟阿拉伯国家 达成一些默契 因为伊朗跟其他阿拉伯国家 有教派上的根本分歧 所以其他 包括沙利阿拉伯这些国家 是逊尼派 比较温和 对伊朗被攻击 也只是口头上的关切跟抗议 并没有实际的介入 那伊朗是属于比较激进的实业派 所以也处于孤立状况 那在黎巴嫩部分 黎巴嫩的政府 对于真主党一向很头大 因为他人是国内的武装政党 所以这意思就是说 阿拉伯世界 还有黎巴嫩也暗中的 乐于见到以色列 惨掉这两个大威胁 那真主党的新的领袖卡西姆 也说愿意停火 虽然嘴巴还是比较强硬 甚至伊朗的总统 菲哲斯基也表示 就是不会报复 意思也是可能会进入政治 就是冷和的谈判 美国CNN媒体 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透露伊朗真密谋 在11月5日美国总统大选前夕 对以色列展开一连串 大规模报复行动 对此美国白宫发言人上皮耶 则不愿正面回应 仅表示伊朗不应再升级冲突规模 并强调美国人会视情况介入 协助以色列展开防卫 但学者分析表示 未来两方在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 可能性其实并不高 第一个就是说 在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 维护其微 因为这个军事实力差距太大 那第二个就是 以色列他在这一波 对伊朗的攻击 也展现了他的平衡 一方面就是 对伊朗的攻击 仅限于军事目标 那第二个就是 遵守跟美国的这个协议 没有打击伊朗的核设施 还有就是石油设备 这原因很简单 第一个打击核设施的话 就是会扩大这个政治生意 那如果打击伊朗的石油设备 会造成国际油价的波动 不利于经济发展 当然就不利于进行中的各种选举 或国际的稳定 那在这种情况下 等于说美国的调停 某个程度避免局势升高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以色列既然已经大致上解除了 后续的武力威胁 那就不会再有这个大规模冲突的几率 国际间关注中东战事发展 美国官员则透露日前真主党频遭打击 并在首领纳斯拉勒遇袭身亡后 已逐渐萌生退役 开始核战争脱钩 哈马斯组织的战事 也平早以军居杀 战力似乎大不如前 对此学者的分析 伊朗境内的极端武装组织 恐已被铲除殆尽 不过以色列也呛吓说 这个新的领袖可能会进入倒数祭司 所以在这种情况 我想伊朗后续可能 他的这个支持的武装团体 大致上就只会剩下 在叶门的青年组织了 毕竟黎巴嫩政府 就是趁着这一次真主党势力 被整个铲除的情况 黎巴嫩就可能 就是借机断绝掉伊朗 对于黎巴嫩境内武装力量的支持 所以伊朗回到我们刚才讲 只剩下在叶门的青年组织 那跟伊朗还有未来国际政治 相关的就是俄罗斯 可是俄罗斯跟中国 这一次等于是也是灰头土脸 因为他们军援伊朗的S300 S400 还有中国出售给伊朗的 这个红旗9防空飞弹 这一次等于是被以色列的美制武器 彻底的压制 所以这个未来伊朗 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 会变了就是一个脆弱的三角 学者也分析 以色列接连解除 敌对武装势力威胁 关键就在于三阶段作战奏效 以色列这一次可以彻底的压制 伊朗的防空火网 应该是重复08年 对黎巴嫩的空袭行动 对叙利亚的空袭行动 也就是利用这个 军事数据网的这个 骇客行动 骇进那个伊朗的防空系统 让他看到假讯息 那第二阶段就是用F35踹门 那后续F16跟F15再跟进去 大肆的炸射 所以简单讲 这一次还是叫做网路电子战 网电战比以前的电子战 来的更先进 网电战当优先 那F35当第二波 后续就是正规的 传统的空袭 大概这三阶段 那这三阶段的军事行动 就奠定了政治谈判的基础 中东战事波及全球 国际间持续关注 随着真主党态度软化 松口有意签署停火协议 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 似乎有望降温 也为实现世界和平 带来一丝希望的曙光 记者张首克采访报导 请订阅识 吴宝贵 请订阅识 吴宝贵 请订阅识 吴宝贵